每一周都会有 第一周第二周 那第二周里面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这单元 总共的话就是 其实上个礼拜最重要就是都VBA了 那特别强调说VBA两种形式 一个是按钮 其实就是所谓的SUB OK 你有没有 你会发现跟那个录制聚集得到那个SUB是 其实是类似的 OK 只是说一个聚集是 也是有帮你写的 他只是记录你的滑鼠键盘的动作 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自己写的 那最关键的部分其实就是那个回圈 有没有 For I等于哪一列到哪一列 跟他讲一个范围 那他就会把重复帮你做 OK 那做什么呢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丢公式到那个储存格 或者是你处理完之后 再丢到那个储存格 所以我们会学会一个物件叫Sales Sales瓜符后面就是哪一列的哪一栏 那大概就是这样吧 其实基本上我们以Sales里面主要 就是希望能够自动化 反正你有一个逻辑 你把它写成重复做 然后后面要做什么 你就给他一个答案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丢公式嘛 丢公式其实这一招 是真的是最简单 就是你很多地方 如果要一键完成所有报表的话 其实都可以这样 你也许可以丢丢丢 然后自动再把资料 从这边再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甚至你也可以把 那个图跟表都画出来 甚至视觉化 现在比较流行视觉化嘛 对不对 就是画出图来的话 其实一连串的全部都可以 只要你有新的资料进来 那就会马上产生一个新的报表产生的 工作上就非常的 效率当然就不一样 OK 所以大体上上个礼拜讲的都在这边 OK 然后另外最后有一个制定 制定函数部分 那要怎么制定函数 OK 所以基本上VBA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基本上最重要两种形式 一种是SAC 就是按按钮 一种是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的话 不是按按钮 是必须从查入函数里面 它会出现一个叫使用者定义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再去给它相关的参数 它会给你相关的结果 OK 那大概是这样 影片的话每次都会在下方 所以你只要点击它的话 应该就会可以看到影片 那里面的话就有一个所谓的 你可以全部播放 或者你可以挑着播放 OK都可以 另外的话 YouTube现在蛮方便 因为YouTube除了说在你手机上面 可以播放之外 其实平板甚至像电视上 现在有那种YouTube电视 或者你家不是YouTube电视 你也可以买一个小小的装置 它可以直接插在HDMI 你的手机播放也可以把它放大 反正你就很舒服 躺在沙发也可以学习 之前有同学说 他只要回到家 就把notebook放客厅 然后就一边大大的电视播放 然后一边看一边暂停 手机也可以去遥控你的电视 学习起来其实也蛮愉快的 OK 那录制应该声音也算清楚 那反正基本上就是希望 让各位学习的比较有效率 而且学习的也比较有品质 或者的话如果没有录下来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会忘记 尤其VBA 说真的怎么记得起来呢 对不对 OK像上个礼拜才讲过 我相信这礼拜应该 很多应该都忘了差不多了 对 所以我们就拿另外一题来做做看 所以范例档案里面的话 请各位就是再把那个 我们的范例档案里面 所以范例档的那个 我们的文字语障碍函数 上礼拜有一个这个 截取瓜糊中的字串这一题 有没有 我开个头了 只是说要怎么做 我们大概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那个函数给做完 那函数部分的话呢 这个是答案 先把它删掉 OK 删掉之后的话 我要从头做的话 其实可以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找什么 找有没有范瓜糊 我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可以找到那个什么 所谓的文字里面的φ函数 OK φ函数 也可以寻找 但是它这个是区分大小写 那除了用φ函数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用底下有一个叫 s开头叫search函数 文字里面有没有一个叫search search函数的话 其实跟φ函数用法一模一样 差别只有在哪里呢 大小写 OK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区分大小写 或者说中文的话 你根本用哪一个都没关系 那一般习惯大家用φ函数好了 那φ什么东西呢 特别主要他是先find哪一个 所以我先找钱瓜糊好了 所以我把游标先放B3 因为B3这边才有瓜糊 B2没有 所以我就先找那个钱瓜糊 OK 你就输入要找什么 find test 找什么字 v16的话是在哪边找 在这个储存格里面帮我找找看 那star number的话 就是从哪个字开始 那如果你不填的话 就从第一个字开始 他一个字一个字帮你检查 有没有钱瓜糊 有的话呢 他会告诉你在哪一个位置 所以他回来的话就删 有没有OK 那这边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第三个字 当然如果你向上填满 跟向下填满 这边的话呢 如果里面没有瓜糊 他会出现错误 那意思就是说 你给我 value错误是 你给我的资料里面没有瓜糊 所以他意思是 开头的话 一般是有错误讯息 OK 那第二阶段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再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的话呢 插入那个 我要怎么 我前瓜糊知道了 那后瓜糊 其实就公式 改一下里面那个瓜糊的位置 然后呢 这个时候第二阶段 也许我们可以用mid的函数 因为我要用mid的做什么呢 跟他讲说 我的字全部test嘛 第一个问题 test在这边 字在这里哦 那mid的主要是要切割 mid的意思是说 这一串里面呢 你要从哪一个字开始 star number 那我要告诉他说 我要从 所以我刚刚把那个 find减下了 或者复制 把它贴上来就可以了 跟他讲说 star number 你帮我从那个 前瓜糊的位置开始 对 前瓜糊不要 所以加一 意思说 前瓜糊的下一个字 开始 然后几个字呢 几个字的话呢 我们就是从 后瓜糊的位置 所以后瓜位置 就再贴一下 贴这个公式 但是这个是找什么 找前瓜糊 所以你把前瓜糊 这个双以后里面 那个前瓜糊 改成后瓜糊 意思是说 帮我算一下 从哪个字开始算呢 从后瓜糊的位置 再往前推 减掉 所以这边的话 减掉 再贴一次 意思是说 把后瓜糊的位置 减掉前瓜糊 前瓜糊的位置 会多一个字 多一个前瓜糊 所以把那个前瓜糊 再减一个字 减一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有 最后的答案 有没有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反正主要就是 你要填三个问题给他 哪一个字 这个字 OK 从哪个字开始 前瓜糊位置 再下一个 抓到地 然后总共几个字 后瓜糊 减掉前瓜糊 再多一个字 多前瓜糊 这个位置 减掉 那就会第三届 冠军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你如果一样 把他向下填满 或者再向上填满 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里面没有资料 还是会跟他 fine没有 OK 所以如果我要把这些紧开头东西拿掉的话 以前做法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能按delete 是不是 一个把它删掉 当然不是 最后的话记得把他怎么样 再做最后一次 把这个公式 不包含等号部分剪下来 插入一个什么 一个逻辑 if air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那把value贴上 如果这个给你的资料里面 假如说最后的结果是 紧开头的 这相关的错误的话 那我不要 显示出来 不要的话记得 就是没有文字 记得两个双以后 好 按个确定 这样的话 你就把它向下填满 放开 OK 这样是最后答案 但是 这个是函数部分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再复制一下 等于就有点像 复习上个礼拜的VBA VBA 那我希望做很简单 一样 这个删掉 没有东西 我待会希望怎么样 你帮我做按钮 也许一个按钮是按下去 自动完成 一个按钮是清除 另外一个按钮 也许是什么 这个有个制定函数 那制定函数就给他资料 他会帮你把里面的刮符找到 并且把刮符的资料 帮你带到储存格里面 大概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请各位先把上个礼拜讲过的 再延伸到VBA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其实都差不多流程 反正如果以后 只要有相关案例 我们就是先想想看 有没有这个函数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当然函数 虽然有些问题函数可以解决 但是你会发现 公式也是非常长 我们至少做了四个步骤 才把它完成 那如果用VBA来写 有时候其实一个步骤就完成了 所以有的时候 一直强调就是说 如果简单的事情 其实你用函数解决 那你复杂的事情的话 可以有时候就要用VBA来做 会是更恰当的 那当然这中间没有所谓的标准 你当然可以驱舍一下 看你的工作的复杂度 而来决定 当然如果你现在工作都还算简单 函数应该可以 但是如果我相信 未来的工作 慢慢你会发现 那个data量越来越多 就所谓的big data 大数据 那个大数据的话 前提就是大 OK那如果用人工 为什么叫大 人工没办法处理的 叫做大 如果人工不能处理 那怎么办 一定你要使用工具 一般其实还是要写点程式 所以这部分的话 讲到大数据分析 你如果不会 未来说真的 最最最低的限度 至少你要把Excel的函数 就是非常熟练 最低限度 可是还是有很多 处理big data的时候 你在用函数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为什么 因为其实Excel里面的函数 还是很多事情无法解决的 那这个时候 你就非得要怎么样 写点程式 OK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 没有办法的 无可避免的 所以 我们主要还是 从比较基础 再慢慢往上 往上调 那如果这些逻辑 这些讲到的东西 都能够除了懂之外 还要记得 要熟练 不是说懂了 然后做很久 慢慢摸 想半天 他一直打错 那就比较麻烦了 尤其程式东西 真的 会两下就会 就好了 不会的可能就卡很久了 我是建议就是 你的那个程式 那几行 没有几行 但是一定要把他熟练 以后的话 很熟的就把他打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 先试着把 那个 这个 接触 刮无自串 这一题 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 VBA部分 感谢观看